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葱花油饼非常好吃的懒做法 不用烫面不用发面 柔软劲道层次多 特别的省时就省力 即使凉了也不硬 方法非常的简单 就连新手小白也能一看就会哦 首先大碗中加入5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5克的食用盐增加面的筋性 用筷子给它充分搅拌均匀 再分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倒入 350克的温水 在这里大家切记一定要用温水哦 我们用温水活出来的面 这个饼吃起来特别的柔软劲道 即使凉了也不硬 千万不要用开水烫面或者是凉水活面 边倒水边给它搅拌 全部都给它搅成像这种大絮状 搅成絮状之后 然后洗干净我的右手 下手把它揉成面团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揉成一个 稍微偏软的面团 看一下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面团给它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面 继续给它揉 就像这样 用推拉揉错的方式揉 这样很容易就把面团给它揉匀揉光了 最后我们一直把面团给它揉匀揉光 大家看一下 表面特别的光滑细腻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放到案板上面 整理成圆形 上面给它扣上一个盆 放在这里给它松弛10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一把小香葱 提前给它洗干净控干水分 只要葱叶 把葱白给它切去 放一边备用 改刀给它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之后 装在一个漂亮的盘子中备用 10分钟之后 案板上面撒入少许的干面粉 把我们松弛好的面团 放在案板上面 不用揉 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搓成长条之后 然后再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 取出一个剂子出来 放在案板上面 给它整理成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所有的生胚全部做好之后 然后案板上面撒入适量的干面粉 我们取出第一个整理好的剂子 放在案板上面 再把剂子上面再撒一点干面粉 用手轻轻地给它按扁 用个擀面杖轻轻地给它擀开 擀成一个圆形的大厚片 最后给它擀成一个厚度大约是0.2厘米厚的大厚片 就可以了 上面给它撒入适量的食用盐 接下来关键的一步来了 往上面淋入适量的猪油 我们在烙饼的时候一定要用猪油 用猪油烙出来的饼吃起来特别的柔软 而且层次也非常的好 放进来之后再用个勺子轻轻地给它摊开铺勻 在擀制的时候这个油酥不容易往外漏 预凉之后就会凝固 特别的好感 更容易起层 然后上面再给它撒入适量的葱花 全部撒好之后 在它的半径处给它来上一刀 然后从一边慢慢地给它卷过来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油饼 层次非常的多 而且还非常的好操作 全部卷好之后 然后再给它整理一下 把封口处给它捏紧 最后再把尾巴处也给它捏一下 全部捏好之后 我们把尖头放到上面 用两只手向相反的方向给它拧上一圈 这样可以使它的层次更加的丰富 再用手轻轻地给它按扁 好了 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所有的生胚 一次做好之后 案板上面再撒少许的干面粉 取出第一个做好的剂子 放在案板上面 用手轻轻地给它按扁 然后再用个擀面杖 再轻轻地给它擀开 擀的时候两边擀 这样它的层次一样 薄厚均匀 最后我们给它擀成一个圆形的大厚片 大家看一下 厚度大约是0.3厘米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取出来 接下来准备一个电饼铛 提前预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将我们擀好的葱花油饼的生胚 给它放进来 上面千万不要给它刷油 先喷入适量的清水 这样可以使我们烙出来的葱花油饼 吃起来特别的柔软 水分不流失 然后盖上盖子 先给它烙40秒 时间到打开盖子 哇 大家看一下 这个油饼都鼓起来了 然后我们给它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上面再给它喷入适量的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 再烙40秒 时间到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真的是满屋飘香啊 葱花浓郁 非常的漂亮 然后再给它翻过来看一下 另一面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哦 金黄诱人 烙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给它多翻两次面 这样可以使它受热均匀 颜色统一 烙出来的饼也熟得更快 最后我们一直烙制我们的葱花油饼 两面颜色金黄酥脆 圆鼓鼓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盛出装盘 所有的葱花油饼全部烙好之后 我们给它装在一个漂亮的小框里面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一张比一张漂亮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斤面粉烙了六张饼 每一张都是非常的漂亮 好了像这样一框 非常好吃的葱花油饼就制作完成了 当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 满屋飘香 现在我们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葱花油饼烙的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柔软 真的是要多软有多软呀 刚刚出锅的时候 外皮有点焦焦的 就是放凉了 也非常的柔软 然后我们再掰开一个 看看里面的层次怎么样 哇 大家看一下 掰开之后 里面的层次全部都出来了 非常的漂亮啊 层层薄肉质 葱香浓郁 全是小薄层 像纸一样薄哦 里面的葱花颜色 翠绿不变 非常的漂亮 用这种方法烙出来的葱花油饼 吃起来特别的柔软劲道 层次也非常的多 即使凉了也不硬 可以用来直接吃 或者是卷菜吃 都是非常的美味好吃哦 每次葱花油饼这样做 上桌连吃三个都不过瘾 一次做六张都不够吃的 真的是太香 太好吃了哦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这个方法哟 保证比你平时用烫面 或者是用冷水和面 做出来的葱花油饼 还要好吃十倍哦 关键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不用烫面 也不用发面 特别的柔软 好消化 当早餐 当正餐 都是非常的不错哟 当然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自从学会葱花油饼这样做 我家面粉再也不蒸馒头包子了 十顿有九顿都是这种做法 舀上一口 葱香浓郁 咸香味又美 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烙葱花油饼的小技巧 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哟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